连日来,每个工作日,中国第18批负黎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扫雷官兵 都会前往距离营区50多公里的黎巴嫩与以色列边境蓝线敏感地域 执行人道主义扫雷任务 人道主义扫雷是为恢复当地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 使土地恢复正常使用的扫雷行动 中国负黎维和扫雷官兵此次任务的开始 标志着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由于多方面原因,中断10年的人道主义扫雷行动再次展开 这个雷场是年龄分给我们的第一个人道主义扫雷雷场 然后这个雷场由于这个年代比较久远 这个雷场的要图已经丢失 根据任务指令,我们不知道这个雷场里面有什么雷 有多少雷,而且这个边界被破坏比较严重 因此在任务指令中,根据街山的这个指令 确定为这个为反弹各地雷场 由于这个雷场边界消失 所以说给我们的作业带来很大难度 扫雷事关生死 不清楚雷场内的地雷数量和种类等信息 无异于摸着石头过河 从弹药残骸收集坑里的碎片可以看到 雷场内有很多炮弹碎片 而且用来封为雷场的铁丝网 刺线锈势严重,散落在雷场内 官兵在探测过程中,到处是碳雷器发现金属信号源的警报声 给扫雷作业带来了很大困扰 在我们这个雷场,氛围设施都已经被破坏 同时还存在许多的信号源 比如说什么铁钉,刺线,一或者是地雷 所以我们在处理的过程中会比较麻烦 也给我们的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 同时要按照排除地雷的方法 将信号源一层一层地挖出来 我们不能存在侥幸心理 要确保自身绝对的安全 黎巴嫩夏季炎热,平均气温32摄氏度 正午地表温度高达50摄氏度 扫雷兵在这样的天气下 身穿闷热的防护服双膝跪地 用小剪刀割除植被 用小铲子像考古工作者一样挖掘信号源 因为天气炎热的关系,然后加上强势键使用 我们每建个15分钟会对探测器的灵敏度精神检测 以确保作业中的安全 据悉,自6月1日 中国复理扫雷兵奔赴新雷厂执行人道主义扫雷任务以来 截至7月1日 已经清排防坦克地雷雷厂面积593平方米